美国近期饱受天灾肆虐 加州 奥勒冈等12个州野火烧不尽 烧掉的面积比14个台北市还大 另外亚利桑那州跟滨州则是暴雨成灾 有车子直接被冲走 还有人被急流卡在路中 亚利桑那州暴雨成灾 滚滚泥流将车子冲走 还有人被急流卡在路中央 只好坐在车顶等待救援 画面十分惊险 威斯康星 伊利诺跟滨州也遭洪水肆虐 其中费城堪称百年最惨 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镜头转向周部的爱荷华州 这里不但倾盆大雨 还一口气出现20多个龙卷风 令人触目惊心 美国今年夏天不好过 各地天灾连连 除了被水烟还被大火夹击 熊熊大火烧不尽 大量龙烟不断冒出 直窜天际 美国西岸受热浪侵袭 陷入严重干旱 助长烟火肆虐 加州灾情最惨烈 多地紧急疏散民众 无奈的民众 也真正看着大火吞噬家园 美国今年发生烟火几率比往年高 加州奥勒冈的12个州 已发生至少71起大火 烧掉近100万英亩的土地 比14个台北市还大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试图控制火事 也呼吁民众节约用电 明义此变异